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观看 你现在是不是先 我这里面就是我只把平均改成总和 我们现在去播放一下 它就不会再出现刚刚这种 因为平均造成的一个跳格的现象 那个跳格现象是不能发生的 所以你再仔细看一下 例如说点到它 我从对不起我从这一个2010 好我们来去播放一下 你就会发现从一刚开始 它跑的就是应该都还是蛮正常的 好那可是现在 现在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哪里不对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新北市 你看这个数字 这样看我们是不是觉得不是很容易看 这个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我每次我都要在那边数 好可是如果说你要呈现三位一撇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因为这个是 那个人口数男你必须要改成三位一撇 人口数女改成三位一撇 就是千分位符号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是不是就可以很比较容易看这个数字了 好那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哪里不对 因为新北市男生加女生了不起四百万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数字变正确呢 其实你必须要把这个统计日期 拖曳到值这里面 然后请把这个统计日期改成这个标准的日期呈现 而不是日期阶层呈现 因为日期阶层他就会把那个每个月全部加总起来 因为他要先呈现年 好所以你切换到统计日期 你现在你现在看一下 例如说这个数据是不是一百九十五万 加上两百万 对不对 这是新北市的人数 这样是不是就变正常了 可以可以知道这个时间的一个改变 他如果你用日期 他他没有去做那个日期 他这里面他不会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好那他就搭配这个时间轴 在例如说2010年1月的时候 他的数字是多少 他就呈现多少 然后2月的时候 拉过来一点点 好三月的时候是多少 他就按照那个时间去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你就不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正确的数字 正确的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可以吗 所以请你们要画正确的图 不过就想当养过 也就会来到这边 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